这个地方美女比穷人还要多 别人家四岁刚学会打酱油 这嘎的四岁学猫布 摆pose 12岁身高1米8 穿着三点式举牌面试 在这里身体就是他们的简历 Welcome to西伯利亚 俄罗斯西伯利亚又称鲜卑利亚 面积1322万平方千米 比整个中国的面积都大 而人口却不足3800万 仅相当于一个贵州省 天寒地洞地广人稀 最低气温可达零下60度 比空无一人的沙漠强不到哪去 沙俄时期 政府曾多次鼓励和强制 向西伯利亚移民 但效果甚微 谁都不愿意跑到冰天雪地的 西伯利亚喝西北风 而且比冷更难忍受的 是落后和贫穷 到了苏联时期 这里是政治犯被强制劳动 处死之地 人们从全国各地被流放到这里 一族间的通婚混血 结出了世界上最好看的女孩们 苏联解体后 这里成了俄罗斯最穷的工业区 穷的只剩下美女 美貌是他们逃离了一个苦寒之地的主要资本 做模特 是女孩们脱贫的唯一途径 在空旷冰冷的新西伯利亚 光模特培训机构多达几十家 有的女孩从出生起 就被父母定下了明确的目标 一旦脚落地 会跑会跳 就开始学猫步 化妆 跳舞 摆pose 一个不辣 都得干 各种模特培训眼花缭乱 为了保证这些模特能够迈出去 机构隔三差五 就会拍一些形象照 上传数据库 帮助客人找到符合形象的模特 除了这些正规训练军 西伯利亚还存在一批野军 为了发掘更多的金子 许多模特经纪公司 有事没事就在大街上四处溜达 一旦看到身材高挑 长相较好的女孩子 就会冲上前 询问是否愿意加入 同意后 选美和训练就是他们的日常 十二三岁女孩排排站 手里拿着小卡片 上面写着个人信息和三维 放眼望去176家 比山东大葱还要高 来自世界各地的评委和中介公司 挨个过目指点江山 算了 她好普通 这个女的身材不行 太胖了 经过几轮挑选 最终只有五个女孩被初步选中 这些十二到十六岁的幸运儿 接下来要拍照录像 寄给国外的经纪公司 一旦对方看中 他们将被送往国外 参加试镜和工作 除了日常面试 西伯利亚隔三差五 还会举办一些真人选秀节目 许多女孩挤破头 都想要一对大翅膀 眼前这个女孩名叫安雅 父亲早逝家住农村 屋子旁边就是大山 幼时想成为一名画家 但画画很难挣到钱 只能放弃 随着年纪增加 女孩逐渐展现出了 超高的模特天赋 胳膊长腿长 长相清秀 学校选委会发掘后 带她参加了一些小的选美比赛 成绩一直不错 为此 母亲咬咬牙拿所有积蓄 给女儿报了模特培训班 把家中唯一的卧室给安雅居住 自己挤在客厅沙发上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安雅参加了一档模特选秀 一股脑打败几百号人 机身决赛 成功拿到了将近一千美元 和前往美国工作的机会 亚军则被分配到了中国 由于欧美市场 要求模特身高最低一米七七 所以大多数中介公司 会优先选择亚洲市场 那里就像幼儿园 新手村 几乎是所有西伯利亚模特 梦开始的地方 但也是梦破碎的地方 国内初审通过 女孩千里迢迢出国面试 如果接单成功 签订劳务合同 那么他们就要将往返机票钱 返还给中介 之后每工作一单 中介和经纪公司会抽取佣金 剩下的一点残羹剩饭 才给模特 为了保证所有模特都能顺利接单 给自己挣钱 经纪公司每天带着一群十几岁的女孩 早上六点起床 六点三十出发到各个电商公司 轮番试镜 期间一口饭不能吃 时刻保持身材 由于语言不通 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来试什么的 外套 内衣 鞋子 不仅如此 合同中还明确规定 所有模特不能游泳 不能旅行 不能晒太阳 严格控制饮食 不能发泡 如果没有接到工作欠债了 就卖到另一个国家接着干 或者遣返回国支付2000美刀的违约金 为了挣钱脱贫 许多女孩不得不走进夜店接私活 白天当模特拍照走秀 晚上去club站台兼职 一晚报酬200元 一天只睡一个半小时 运气好些 两个月可以挣到8000元 在亚洲闯荡完毕后 一批女孩展露头脚去英国上高中 高中毕业后进入美国就算上学 据不完全统计 欧美发达地区的时尚模特中 有数百名模特都是西伯利亚人 占比相当高 平均每月能拿到20到5000美刀 幸运点可以拿到2万美元 一飞中天成明星 不幸的就流向地下市场 虽然西伯利亚是最大的模特产出城市 但真正星光异异的又有几个呢 人前光鲜亮丽 人后的心酸 无人知晓